欢迎收看本期的稿机贩卫片 我是钟文泽 魅族的发布会 一周不见如隔三秋 那今天的视频里 带来刚刚发布的MX6手机开箱 MX6的包装盒走简约路线 底下一个logo 侧面一个产品名 正面一个Pro6的轮廓 包装盒包裹的着实严谨 撕开塑料膜之后 里边还有一个小贴条 打开 里边是翻页式的内胆盒 中间是手机 右边是配件 配件是标准的数据线 魅族私家定制的24瓦充电器 MX6电池容量更大了 变成了3060毫安时 魅族今天还发布了一个 MX6的保护套Loop Jacket 这货有点意思 与其说是保护套 不如说把手机时间区域 变成了一块安卓手表 用户可以通过与智能手表 相同的交互方式来进行操作 包括简单的功能实现与基本设置 同时用户收到的通知 也会以安卓手表的方式进行提醒 不过只能查看 不能恢复 表盘选择很丰富 我最喜欢钢铁侠眨眼睛这一款 但是拍照功能比较悲催 显示区域只有一个圆 拍出来却是正常的尺寸照片 所以说实际上有大片的盲区 接下来我们看看手机本身 我们手里这款是香槟金配色 前面板是标准的白色面板 屏幕尺寸是5.5寸 分辨率1080P 底部一个腰元件 轻触返回按下后退 相信这些功能我不细说 大家也能脑补出来 顶部是这很魅族的对称开口 前置镜头为500万像素 屏幕背部是在Pro6上 被新引入的一刀切工艺 虽然还是无法完全称之为 百分百金属机身 但是可以迷惑用户 给他们一种百分百的错觉 机身线条还是熟悉的配方 原来的味道 握感细腻但是滑 背部一枚略突出机身的 1200万像素镜头和闪光灯 魅族说这枚1200万像素传感器 来自索尼RMX386 单位面积像素达到了1.25微米 具有更强的抗炫光能力 和更快的对焦速度 这手机没发布之前 就已经传来了黄针的震怒 说如果MX下一代产品 还和Pro6这么像 就取消MX产品线 但是魅族这种设计 对于我们拍视频的还是很贴心 大家好 欢迎收看本期视频 今天做一个魅兰Note4的上手视频 今天做一个魅兰Metal 2的上手视频 做一个魅兰4的上手 做一个魅兰4S的上手 一个Pro7的上手 就是这样 省时间 省素材 给别的厂商做一台手机评测的时间 魅族我要打10个 最后应应大家强烈的要求 我详细的全面的来分析一下 MX6和Pro6在外观上有什么区别 后置闪光灯不一样 好 以上就是本期视频的全部内容 更多资讯 大家可以关注腾讯数码 以及稿机的公众微信账号 我是钟文泽 我们下期视频再见 天线条曲线有一点不一样 这回真没了 I can see that you and me are gonna be friends I can see that you and me are going to be friends